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帖 七月大事件 远离强度遭质疑 这可能是最黑马的角色 崩帖,2.4前瞻已定 3月7星海报放出 风巡猎形象曝光 冰封牢2.7禁词 崩坏新穷铁道 新增免费五星满蝶光追 虚构叙事专属 对换钱要注意的问题 又到了每个月初的经典保留缓解 每月大事件 说实话,个人感觉 七月还是挺涨草的 7月1日兑换商店 模拟宇宙将会刷新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兑换相应道具 正好还有五张限定车票 祝愿各位开拓者都能抽到留营 活动方面就一个 根据舅舅的情报 新芒受变活动将会在7月5日开启 完成活动可以获得500星穷的奖励 大家记得上线做活动哦 而荡月10号翡翠这个角色 已将上线卡池内陪跑的四星角色为 西路瓦、艾斯达和纳塔莎 各位还在观望留营强度的玩家 要记住时间 别到时候错过了留营卡池 想要抽取翡翠的玩家 也要关注一下 争取在开启第一天 就把自己想要的角色抱回家 随后就是同月的16、17两天 这两天官方将会向我们宣布 2.5的UP角色 小编角色新角色将会是飞销、灵莎 再加上一位四星角色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9号将会开启2.4版本的前瞻直播 到时候会有前瞻直播兑换码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小编到时候会提供兑换码 以供大家兑换 然后就是22号混沌回忆刷新 这里有舅舅爆料了混沌回忆的BUFF 看来目前是立好云里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混沌回忆 我方目标释放最佳攻击或战技进行攻击后 为记忆稳流 增加1.0段攻击段数 最多叠加10.0段 每个轮开始时 每段攻击对随机敌方目标 造成一次基于目标生命上限的伤害 再到31号云里卡池上限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不过说到云里这位角色 新铁的各个社区的讨论度都非常低迷 以至于云里这位即将上限的角色 讨论度非常低 甚至几乎没有什么有关于云里的帖子 不过呢 各位想要抽取云里的玩家 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说实话 每次像云里这种讨论度较低的角色 往往都是非常容易出现反转的 何况 云里还是和克神一样 是格挡机制 当初克拉拉在刚开服的时候 也是承受了非常多的非议 后来罗刹出现 克拉拉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克神 如果云里和克拉拉是一样的剧本 相信各位玩家应该知道怎么选吧 各位开拓者比较关心的2.4前瞻直播时间 已经确定了下来 主要是云里和娇丘要来了 这两位角色的强度 可以说就等得上线了 云里真的是大克拉拉 或者大托帕的祭祀感 这只能等7月19日晚上揭晓了 然后 娇丘这一角色 能否让黄泉起飞 就要看着未来一段时间的技能改动了 3月7 作为新铁的看板娘 近期再一次出现大众视线中 新3月7也是挺会整活的 就是新一轮的形态叙述巡猎 官方又放出了一些活动海报 看样子到时候又可以和3月7在一起 愉快地体验播剧情了 新的海报在剧情中应该会亮相 不光3月7 霍火和娇丘也会有新海报 人气角色风巡猎也要来了 也就是飞潇这一角色 版本大C被传的较为广 和黄泉战力应该不相上下 在2.4剧情中将会曝光形象 很期待这个角色会是什么性格 7月16或者17日时候 要是飞潇在2.5版本中 那就是能看到 他官方例会 成女还是少女 不少玩家争议不休 冰封饶都说是2.7进词 大佬在论坛上放出了一些消息 应该就是在皮诺康尼中消失的星期日 不出意外 枝羹鸟也会现实返场 枝羹鸟现在太火热了 都出唱片了 追击对核心角色 星期日会穿着黑色的服饰进卡池 目前论坛上给出的消息就这么多了 前瞻时候会有300星穷兑换马奖励 到时候可以会分享给各位开拓者 2.3版本更新后 黑塔商店新增了一款全新的光追 不息的演算 玩家可使用黑塔债券兑换该光追 可使用碟引器直接满金 对于老玩家来说 基本上可算是免费获取的五星光追 满碟自然也不在话下 那么在兑换之前 要注意哪些事 是否适配玩家所拥有的角色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光追的选择问题 不息的演算为自私光追 目前适配的热门角色有 机子、黑塔、银枝、警员 但要注意的是 该光追触发需要一定的条件 我们来看一下光追技能相关信息 不息的演算可以提高装备的攻击8% 施放攻击后 每击中一名敌方目标 使攻击力额外提高4% 该效果最多叠加5次 持续至下次攻击后 若击中大于等于3名敌方目标 速度将会提升 由此可见 想要叠成也需要一定的限制条件 比较适合目前的热门深渊虚构叙事 不过有意思的是 虚构叙事热门角色机子 专属光追迎合铁道之夜 能够提供的基础功力和伤害加成 要比黑塔光追高 如果和四星的天才们的修器进行对比 满叠状态下 可提供的暴击加成会高于黑塔光追 所以不息的演算目前位置还是比较尴尬的 这样来看的话 虽然黑塔光追适合很多热门制食使用 但还会有更好的尚未替代 特别是满叠的天才们的修器 满叠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好的 如果玩家没有上文中提到的光追 以及角色专武的话 可以兑换该光追用来过渡 总体来说 虽然也能算得上是4.5星光追 但如果不缺光追的话 先不用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员